接着呢我们再来谈矩阵的代数结构 矩阵代数结构就是说 我们现在把一群矩阵 就想成一个东西 就想成就是A 这是B 这是C 就是说 例如我们现在可能班上有很多同学 有很多分数 这东西很杂乱嘛 但是我们就可以说 B班的成绩 就是说我们把很多个想成一个 这就是用一个东西来代表这群资料 这有代数的一个思维 那用这样想呢 就是让我们思索上比较方便一点点 但是呢 我们在看矩阵的代数 把它当成代数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 这个跟我们以前熟悉的那种 时数的代数 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一个最明显的不一样 就是说它不可以交换 有时候是连大小不一样的 甚至乘不起来 那如果大小一样呢 有时候也会失败 那看到这样的时候 你都要去想一下 有怎样的例子让它错误呢 基本上随便写都错 但是我们用这个 用刚刚的行操作跟列操作 来解释 其实就很方便了 例如呢 这个东西 我把它讲成是怎样 把它想成左边 左边在操作列 这个会对它做什么操作呢 01 就是把它怎样 第一列不取第二列拿出来 所以就这边就变成VD 那这00呢 00就造就了这里是怎样 全部为0的情况 对 所以这个这样子操作就变成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呢 把两个交换的话 两个交换 就说今天如果是 把这个把它想成是右边 它就操作行 那操作行的时候呢 这边就是第一行的结果00 那就还是00 那第二行是什么 010就是把第一行 第一行取一倍 再加上第二行 所以就变成AB 就把它取过来 所以呢 这个很明显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们是不一样 因为这样子 不可以交换 就会导致了怎样呢 对 导致我们以前很多成法公式 就变得没有那么简洁了哦 A加B乘A减B就不会等于A平减B平 那是因为怎样 以前会相等是因为AB跟BA一样 我们这时候才可以消掉 现在不相等 这两个不一样就不可以消 但是如果今天B 对B 例如说B 如果是那个单位矩阵的时候 就I是个单位矩阵 它可以换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特性才会有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也是 就是我们以前很习惯的就是说 两个数 如果今天怎样 两个数相乘为0 那至少有一个为0 所以0矩阵就是全部都是0的矩阵 好那这件事情呢 在现在也不一定会对了哦 我们例子呢 要怎么构造 我们例子可以用刚刚这里来构造 对 我们可以用那个 我们可以用0101跟 0010跟0010来做 那这两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知道 这边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是 那个列 列操作 列操作的话就是说 第二列拿出来 第二列是00 第一列不取 就变成全部为0 所以这样子 这两个都不是0矩阵 但乘起来会变成全为0 而且这个例子还很特别哦 这个例子是说怎样 甚至A平方等于0 对A也不是0 这次也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 好那我们也可以有AB等AC 例如说这边C的话 你只要是另外一个长得像这样子的 这是A这是C 这两个 乘完之后 它们都是变成零矩阵 可是怎样 可是B跟C 它事实上是不相等的 B跟C 这只要这里都可以任意 都可以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 就发觉以前 以前这边好像可以消掉 但现在不可以消掉 要消掉要有一些限制